越南星期五 欢迎三艘美国军舰 驶入该国水域 进行港口访问 以及参加联合军演 美国大使馆在一份声明中说 双方将进行七天的训练 内容包括航行 控制损失 以及潜水和搜救训练 将不进行战斗演习 有关官员说 港口访问是事先安排好的 不过美国军舰的到访 正值中国和越南 在自然资源丰富的 南中国海的主权之争 处于紧张之际 中国军方星期一 强烈批评美国和越南举行军演